哈喽大家好,我是小Q一只测纸区的up主 今天啊,日本正式开始将福岛核污水排海 很多人一直戳我,希望我给个说法 说实话,我能给个啥说法呀?又不是我排的 我的建议总结一下很简单 14个字,保持警惕,持续监测 相信中国政府,不必过度紧张 其实我这个月刚做完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一些辟谣 今天呢,再蹭个热度 针对一些我专业领域的问题 给大家一些简单的解读 首先第一点,联合国秘书长怎么不管管 因为这不在联合国秘书长工作授权范围内 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 就核污水排海一事,发表正式评论 除非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决议 但我们之前说过 目前大多数国家处于既不支持 也不反对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状态 在联合国大会推动相关决议 需要投入很多的外交点数 但是,联合国也不是完全没说过话 2020年,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呼吁日本 不要急于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 2021年呢,又是人权高专办下面的三位 人权方面的特别报告员表示 对日本排海决定深表失望 这三个专家我看了一下 分别来自智利美国和加拿大 主要是从环境、粮食安全和健康权三个方面去表达了关切 那为什么他们能说话呢 因为他们是独立报告员 有想说啥就说啥的授权 那么第二点 国际原子能机构又是啥 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者说IAEA 是联合国系统里的一个专门机构 但它其实不是联合国本体 它有自己的大会和预算 所以联合国不能指挥它干活 它的授权是源自1957年生效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基本上可以说 世界上所有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有关的事 它都可以管 咱们中国有一位副总干事刘华 原先是环境部的副部长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最左边的那个马格丽特 是原先美国核管理部门的一把手 另外米哈伊尔是俄罗斯派的副总干事 利迪是法国的 所以你看武昌除了英国都在这了 那第三点 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就同意日本排核污水了呢 这里说的应该是今年7月4日发布的综合性报告 但是我们要注意 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同意 它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同意或者批准 因为排放是一个主权决定 在报告的前沿阶段 总干事很明确说了 排放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定 这一份报告既不是建议书 也不是政策背书 你要排就排 出了事儿别来找我 那你可能就会问了 出了事儿你又不负责 但你来干嘛来了 这个在报告的执行概要里也解释了 日本政府在2021年4月 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审查 同时双方协商确认了工作范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日本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工作组的授权 所以IAEA的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日本实际的排海方案和行动要完全按照日本当初给IAEA提供的计划和数据 而且官网很明确说了原子能机构的审查结果和结论对日本政府没有法律约束力 说白了就算IAEA的报告说不符合安全标准 日本非要排 IAEA也管不住 实际上除了日本之外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那直接往海里丢核废弃物的事儿多了去了 IAEA他也不敢管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官方立场也是这样的 评估是单方委托不具有国际法效力 第四点谁来写的报告 报告结论是什么 根据报告内容由武昌和各大州都派了专家 专家名单也是公开的 实际上综合报告只是最后一轮报告 之前已经发布了五轮报告了 最终的综合报告意见是 东京电力公司目前规划的先进液体处理系统 处理水排放 对人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微乎其微 六份报告加起来快一千页了 里面有很详细的论证过程 当然我们说了 原始数据是否可靠 打个问号 论证过程是否科学 报告是公开的 不科学的话 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我不是原子能专家 我研究的是联合国国际法 所以我不评论这里面的科学问题 第五点 国际法上对于排放核污水的行为 有什么规定 这个很多 比如说1971年的伦敦公约 禁止向海里随便倒垃圾 又比如放射性废物管理 也有很多国际规定 再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 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 其中明确说了不能倾倒有害物质 但是如果打起官司来 日本可能会抗辩说 我已经尽力采取了措施 我是受害者 海啸来了我怎么办 或者说我的这个核污水已经处理过了 达到了排放标准 那是不是真的呢 这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 所以虽然这是个法律问题 它也是个科学问题 比如我说杀人犯法 这个没有争议 但是我怎么知道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这就需要法医去鉴定 嫌疑人刺出去的这一刀 和被害人的死亡 有无直接关系 这就很影响最终的判刑 所以需要人证物证 我之前举过国际法院 澳大利亚诉日本的南极补经案 国际法院围绕日本的补经 究竟是商业行为还是科研行为 做了很多讨论 最后认定日本补经不是搞科研 日本最后就打输了 所以如果真要打官司 那肯定要提供相关的证据 证明确实排海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性的污染 第六点 中国有什么反制手段 这个完全可以多管齐下 比如说一方面多边外交手段 继续在各个多边外交场合强调日本排海行为的不负责任 甚至我们说在世界卫生大会提决议 在联大提决议 在人权理事会提决议 但这个你得凑人 另一方面可以采用经济手段 停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再有可以采用法律手段 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 我们可以去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国际法院打官司 但是中国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 所以如果中国要在国际法院告日本 需要日本先同意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找个加入了强制管辖的太平洋岛国去告日本 我们出律师 甚至我们可以要求国际法院下一个临时措施 所谓临时措施就是我审案子之前 你先别乱动 否则你排都排了 我还审啥审 最后我们也可以持续监测周边海域情况 也持续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组的后期评估 现在韩国已经和IAEA签好协定 准备随访辅导 咱们也可以去现场看看 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个专家了 没事咱们再派十个人 第七点 我们作为普通人要做什么 什么都可以不做 该吃吃 该喝喝 不要去抢盐 也不要把自己搞得焦虑正反了 更不要学韩国人冲击日本大使馆 回头造成了损失 自己进局子 国家还得给日本赔钱 没有意义 冲击大使馆的后果 我们之前做外交豁免权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了 一句话 别干 我们要相信国家会妥善解决问题 比如加强进口食品管理 持续监测海域内的相关污染物指标 毕竟日本之前连煤过滤的水都直接排了 现在好歹过滤了一下 不至于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首先日本政府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姑且不论河污水本身的危害性有多大 事关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 日本政府有责任充分论证所有可能的处置方案 与周边国家充分协调 其次 联合国本身不负责处理原子能问题 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 基于日本政府的邀请 开展了不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评估 基于日本政府的数据和方案 出具了不具有危害性的综合意见 最后 我国政府各部门已经持续关注 并且正在采取措施 大家安心过日子 该干嘛干嘛 最后啊 给自己叠个假 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是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 也就是联合国系统和国际法的两个角度 基于目前的公开信息 给大家进行一些基本的解读 我没有能力 对这个问题背后的科学性做论证 但我相信 会有很多合工程领域的学者 做出专业分析 一个问题有很多角度 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我的观点既不是标准答案 也不构成法律意见 你如果不认同 也非常正常 我们可以友善讨论 如果你非要给我扣个帽子 最好先给我投个币 这样我心里也舒坦一些 渐渐的问答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